中总 我要辞职 辞职 怎么了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工作 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每天上一样的板 干一样的 每个月都拿着 一样的入不敷出的四千块钱 每天还要被蘑菇主爱骂一顿 我都能看见 将来几十年的日子 都会是一种不变的 这样的人生 没有这个意义 所以大家说 毛泰 意义永远都是人去赋予它的 你把时间无限的纳长 每一天 都是日出又日落 每个人 都是上班又下班 你当然会觉得 人生没有意义啊 所以你要干什么 你要去寻找意义啊 寻找意义 对 没错 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眼前 想象一下 今天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 你现在做的事情 都是你最后一次做了 你还会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 没有意义吗 你是说我的人生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吗 对 最后一天 那明天呢 没有明天 只有今天 只有这最后几个小时 我的人生只剩下最后一天了 对 你要干什么 行动起来呀 老婆 老婆 我老板说我的人生只剩下今天最后一天了 明天 明天我就嗝疲劳 你不要哭 不要哭 你记住了 我的卡里还有三万块钱私房钱 我时间不多了 我还有事要做 老台 表现的特别好 破釜沉舟 用汽车家 现在 你一定要保持你现在这种情绪 带着这种致至死地而厚深的态度 去好好的完成你亲切的工作 加油 奥林 你敢打我 你疯了 现在不疯还等什么 我都只剩最后一天了 我有什么不敢的 现在不疯 还等什么 带哥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我就是觉得我充满了力量 莫古城那个王八蛋在哪儿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已经放完了啊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疑问 我们六点半的视频每天播一个评测这么高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完了老师我们的秘诀是什么 简单名鸟拍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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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毛鸟老师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啊 毛鸟老师准备好了吗 好了小明 那我们再来一遍 3 2 1 开始 杜总我要辞职 辞职 去吧 好的 简单名鸟拍得快 纯属探讨啊 评论区也可以探讨起来 哈哈哈 你看看 不快 晨晨六点半 不快 可是卖点